好 在我们的新闻影片当中 我们是从空中拍摄 空拍可能不会觉得这个石头很大 但是事实上它有三层楼这么高 而且是重量2000公顿 相当于这个121辆游泰车这么重 好 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它的位置 它如何会造成一些毁灭性的伤害 这个石头我们看到它距离地面 大约有150公尺 另外旁边的麦当劳 大概只有20公尺左右 而如果它往这个方向滚到 这个八斗紫余港的话 差不多从这里到这里 差不多是200公尺 它的位置非常棘手 也就是说目前没有办法 用爆破的方式来处理 如果爆破它胡乱四射的话 可能两边都会受损 而且怎么办呢 工程单位伤透脑筋想了想 可能未来的做法 是在石头上凿洞 凿洞之后塞进膨胀剂 让它慢慢地自己脏破 然后用罐手一一把它敲碎 说起来简单 这个工程至少花上了一个多星期 在这段期间之内 滨海公路将由来处于封闭状况 激动市府工程人员又是攀岩又是爬绳索 终于爬上山探勘巨石目前状况 因为她的姐妹石不堪豪雨 崩落砸毁了三辆轿车 在山顶上这颗也摇摇欲坠 让附近民众心惊惊惊 就怕突然落下后果不堪设想 工程员探勘后 巨石有800立方公尺这么大 重量超过2000吨 等同于能够搭载45人 16.5吨的游览车 有121辆这么重 大概800立方的话 用乘以石头的一个密度的话 那这一块石头至少有2000吨 用所谓的无声炸药 那这无声炸 其实也就是所谓的一些化学药剂 它的作用就是 我们把孔打了以后 那在里面添了药剂 这些药剂到时候它会膨胀 会把这些石头把它撑开 所以大概会利用这样的一个方法 再减少整个四周的一个震动 由于连日豪雨山区土石含水量高 加上松动不适合用爆破方式 工程单位探勘后 决定先在巨石上凿动 接着打进膨胀剂 再开来怪手敲除 但这一切都得等天气稳定 而且施工时间恐怕得花上 这连续两到三个台风或豪雨发生后 它会把这个落石所在的土壤去软化 软化了之后 落石就自然滑下来了 第三点就是说 这个地方又是迎封面 所以说它又加速它风化的机会 所以说这个落石是随时可能会滑下来的 2000吨的巨石有多可怕 如果真的砸下 物理老师说 它的冲击力就像是民众开车 速度比高铁快10倍去撞墙壁 巨石落下的重力加速度是50到100G 普通人只能承受3到4G 6巨以上几乎已经昏迷 师傅评估天气转好后 就会披露让大型机具先上山 而国军配合支援人力 因为2000吨的巨石摇摇欲坠 一天不清除民众无法安心 周林轩女龙山社小小组 基隆报道